若人得念佛三位以佛如实 得念佛三位 人得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得佛加持 同时你必定得到 互发隆天的加持 这是普遍的 文殊伯若坚里头 有这么一句话 念一佛功德 无量无边 也许 无量诸佛功德无二 文殊伯若坚 文殊 其尊佛的老师 他的学生当中 有七个成佛了 他还会说错误 这实的话 我们要想讲 念业佛功德 这个业佛就是知阿弥陀佛 无量 无量无边 跟念无量无边 祝福的功德 宝尔了 真的是千经万论 都劝我们念佛 我们很可怜的 就是不老实 不听话 不肯正看 在阿弥陀佛记 里面说 我业心 我业心 赞业佛 业心是真心 这业佛就是阿弥陀佛 这是他的修行 业心 战业佛 占业佛就是念一佛 念阿弥陀佛就是三弥陀佛 愿便释放 无碍人 这是平等意 这一生佛后 变满十方世界 随着你远离大小 随着你远离前身 过得不一样 会说说 一千金三美 谢陀三美 普等三美 唯念佛三美 下面说 该念佛三美 唯报王三美 居是一切三美功德了 自当同居种种三美之名也 三美就是三摩的 翻成中文 那是真定 真受 而真 说明 他不贫 不写 受 是相受 那这个名词详细解释 在前面 第二篇 这些话 说的这么多 目的 这是一个 无非是帮助我们 要真心 要真发愿 一定要知道 佛经上所说的是真的 事件 事件 所有一切法是假的 人间是假的 天上也是假的 六道轮回是假的 六道轮回是假的 社法界也是假的 娑婆世界如是 踏方诸佛刹土也如是 没有例外的 这意思 为了什么 意味着 彻底 放下 这就对了 这跟我们这一生的问题 真正解决 我们自己 真解决了 才能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的方法 就是 身形 研究 自己的真感 阿弥陀佛